第453章 银月王第七道雷杰降临 那位六阶帝尊顿陶的一刹那 李浩体内的五阶之力 几乎被彻底劈散 六阶雷霆之力 按照以往的惯例 雷杰最少九道 一般情况下 像李浩这种 只是稍微逆转一下时光 借用一些力量 大概就是九道雷杰 可此刻 还剩下两道雷杰 而且 这时候的雷杰 都有六阶之力 再这么下去 死的就是李浩了 关键此刻 还不能用逆转时光之法 否则 雷杰就没完没了地劈腻了 因为时光和混沌雷杰是泛冲的 这时候 李浩身边浮现出几道人影 众人被李浩驱散开 黑豹 钱无量 包括还在蜕变的林红玉 全部被李浩散开 丢到了一旁 林红玉一边稳固境界 一边看向李浩 在看天空中即将降临的第八道雷杰 脸色有些发白 李浩五阶之力在消散 这么下去 第八道都难度了 那第九道 就更危险了 六阶之力 可不是现在的李浩可以匹敌的 逆转时光是强 可这后遗症 每一次都是巨大无比的危机 这时候 若是那位六阶不跑 也许李浩就死定了 当然 若是对方不跑 也许李浩还真能再次将对方拉入杜劫的阵营 未必就比现在更危险 这时候 李浩将他们分散开 显然 也有些忌惮 怕牵连了他们 二毛前辈 能汲取一部分吗 李浩迅速和二毛沟通 这猫 有吞噬之能 无物不吞 比黑豹的吞噬之力强得多 黑豹也只能吞噬一些简单的物质 这种混沌雷洁 黑豹压根吞不动 长河之中 向来懒散的二猫 此刻也是有些炸猫 这雷洁 太强了 你不要总是招惹这样强大的玩意行不行 二猫有些郁闷 有些哀怨 本猫最多只能吞下三成之力 剩下的七成之力 你能挡住吗 就算挡住了一次 那剩下一道呢 最后一道 一般都是最强的 他可没办法接连吞两道 一道都吞不下 二猫的实力其实还行 但是也只是二杰左右的实力 还不如李浩呢 若非体质特殊 雷霆一落 他就被劈死了 哪能吞噬 逆转时光什么的 现在是用不了了 得靠真实力挡 再用 雷杰就没完没了地落下 越来越强 到了那时候 李浩越是逆转 越是死得更快 第八道二猫前辈吞噬三成 剩下的七成 大概堪比五阶 五阶一击 未必能打死我 大概率不能 可第九道 这时候 李浩也有些凝重 上一次 他也建立了一位六阶帝尊 但是上一次 杀了一位四阶之后 他还有些余力 可这一次不行 五阶之力耗尽 没有余力去抵御雷杰了 先渡第八道 李浩并未多说 走一步看一步 先把第八道雷杰度过再说 哄 正说着 巨大无比的雷霆 宛如神兵降临 一击打下 混沌破碎 一只巨大无比的猫 一口吞下一部分 浑身毛发瞬间全部娇哭 整个身子都砰得一声巨响 砸在了长河之上 沉入了河底 六阶的三成之力 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而剩下的雷霆 瞬间劈向李浩 李浩一箭杀出 生死浮现 万道汇聚 长河之中 也有毁灭之力爆发 各种大道浮现 星辰浮现 领域浮现 轰轰 一切的一切 都在破碎 钱无量众人 都是脸色发白 太强了 雷杰太强了 这一刻 他们眼睁睁地 看着李浩的一切 都在破碎 领域 长河 星辰 血肉 都在疯狂破碎 雷杰好像要彻底 磨死李浩 好在 二猫吞噬了三成 过了一阵 第八道雷杰消失了 李浩只有一副骨架还在 很快 血肉滋生 勉强恢复了一丝丝力量 看着天空 微微皱眉 他走过两次生死了 可走生死 也不是无限次数的 每一次走生死之道 其实也在招惹混沌雷杰 不止如此 按照空气所说 九次便是极限 第九道 难道要再走一次生死 可这一次 若是走 毫无收获 他并不是晋级状态 他现在 就是三阶大圆满 因为智英知道没有感悟 现在也进入不了四阶 这一次走 就是白白浪费一次 之前两次 好歹是处于一个晋级的阶段 可第九道雷杰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是无法挡住了 或者 用两位四阶帝尊 还有其他几位帝尊的尸体 开启道琪 进入道琪 也许也能避开这一次的危机 可是 这一次进入道琪 同样是机缘耗尽 他还是无法晋级 浪费了机会 千万念头 在脑海中瞬间浮现 下一刻 不远处 林鸿玉忽然喝道 替换星辰 替换星辰 李浩一正 替换什么 下一刻鸣雾 看向林鸿玉 李戴陶江 用他刚晋级的帝尊星辰 去替换李浩的生死星辰 双方的生死星辰 都处于生死长河 气息同源 而雷杰 也针对林鸿玉 因为他刚晋级生死帝尊 其实雷杰这么强大 和他晋级叠加 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 最后一道雷杰 也可以让林鸿玉去扛 可他一个一阶帝尊 生死星辰 面对六阶雷杰 瞬间便会粉碎 能否再走第二次生死轮回 都是个问题 而自己 其实有办法的 第一 生死轮回 第二 道琪 他有选择 只是觉得不值得罢了 可当林鸿玉好像感受到了 李浩的为难 开口要替换星辰 也许在他看来 他一个一阶帝尊 死了也没什么 李浩 也许还能复活他 大不了掉剑 可是 那怎么行呢 李浩看向上空 吐了口气 笑了笑 三死三生 第三次 也许最不值得 不过 有什么关系呢 极限也许就是九次 可短短时间 李浩就走了三次生死轮回 命再多 也不是这么浪费的 可都到了这个地步 还能如何 起码比起到齐 目前只有一次使用机会 生死轮回 应该还能多走几次的 下一刻 李浩长河浮现 自己的生死星辰 悬挂高空 他扭头看向林鸿玉几人 老规矩 待会儿若是没能彻底劈死我 大概也差不多了 我顺其自然 走生死轮回 若是彻底劈死我了 记得抢救一下我的生死长河 可不能把长河给劈碎了 否则 我就没机会复活了 生死之道 也不是没限制的 若是强者足够强大 直接击碎了他的生死长河 他想走生死轮回 也没机会了 混沌雷洁 并非是人 显然还没这样的意识 所以 劈死了自己 应该就会散去 生死长河大概率还能保住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再走生死长河了 让我来 林鸿玉大声道 我去迎接最后一道雷劫 若是死了 你便来复活我 我只是刚入一阶 损失不大 他迅速朝李浩飞来 李浩明显不止一阶了 被劈死了 复活更麻烦 浪费资源更多 而且李浩之前稍显迟疑 也许走多了生死轮回 可能会有麻烦 林鸿玉不知道 李浩这一年多时间 是否再次走过 他猜测应该走过 而自己 目前还是第一次 若是能复活 再走第二次又如何 李浩一挥手 飞来的林鸿玉 直接被击退 李浩懒得理会他 作为武师也好 作为男人也好 他没有让人女人 替自己死的习惯 都是走生死轮回 从性价比上看 也许林鸿玉死更划算 可是 我不要面子的吗 音乐武师 面子大过天 在一个女人面前 我能这么选 若是钱无量 可以替我死一次 好像不错的样子 李浩露出一些笑容 此刻看向天空 看向那正在成型的雷杰 默默看着 想着什么 这一次肯定会浪费 不少资源 自己一个三阶 想复活 起码要浪费 一尊四阶帝尊的力量 可自己又没尽急希望 所以 不能太浪费了 李浩心中有了一些想法 这最后一击 也许 我该去尝试 窥探一下混沌雷杰的本质 尝试感悟一下毁灭之力 否则 每次被劈得这么惨 太对不起自己了 明知必死 这一瞬间 李浩留下了生死长河 丢下了苍穹剑 将一切宝物 丢在了长河之中 主动朝空中混沌雷杰飞去 我倒想看看 这玩意 到底如何诞生的 从哪诞生的 能量从何而来 为何会诱发这雷杰 混沌雷杰 也是一种规则 可规则 几乎都是人制定的 我想知道 混沌雷杰 是否是人为制造的规则 李浩直冲雷杰而去 而雷杰好像感受到了挑衅 一瞬间 所有乌云汇聚 好像化为一尊道人 瞬间化为闪电般的虚影 朝李浩覆盖而去 虚空之中 灵红玉众人纷纷变色 远处 三位帝尊 也是脸色巨变 这是什么情况 这浩月帝尊 力量忽然弱小了许多 而那雷杰 忽然壮大了许多 难道 会被劈死 刚刚 八阶帝尊都没来杀他 六阶帝尊也逃跑了 他们原以为浩月这一次大胜 结果 为何会如此 哄 今天巨响响彻天地 下一刻 他们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李浩瞬间被劈成了飞灰 下方的生死长河 都在剧烈颤动 一颗生死星辰 也在疯狂颤动 甚至有些裂开 虚空中的雷霆 化为人影 彻底将李浩剿杀当场 虚影雷霆并未彻底散去 好像还想剿灭生死长河 可就在这一刻 长河之中 仿佛浮现出一道虚影 好像正是李浩 又好像气息有些不同 人死到消 死了一次 债好像都没了 雷杰好像失去了方向 一瞬间有些停滞 接着开始渐渐散去 而长河之中 李浩的虚影 也渐渐开始溃散 事件 安静了下来 远处 摸这几位帝尊 都是脸色变换不定 这 死了 好像是死了 雷杰都消散了 而这时候 银月这边 黑豹 灵红玉 红一堂 钱无量 天机五位身影 都浮现了出来 五位帝尊 但是只有黑豹是二阶 其他都是一阶帝尊 而且 之前荣道李浩 都带着一些伤势 摩这边 却是还有一位三阶帝尊 一位二阶帝尊 都没受伤 若是出手 未必会输 甚至 还有希望赢 赢了 那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 大到宇宙 而且好像还有两个 还有一尊世界之主 还有李浩那遗留下来的 生死长河 还有两尊四阶帝尊 留下的能量 多位低阶帝尊 留下的能量 谁能拿走 谁就彻底发达了 不过 这一刻 三位帝尊都没动弹 实在是怕了 今日死的帝尊太多了 他们一行 加上李浩 足足十二位帝尊 现在就剩下他们三人了 熏风团队四位帝尊全灭 红月四阶帝尊 伏笔被杀 算上李浩自己 一日内死了十四位帝尊 其中 还有两位四阶 而李浩的实力还不好说 另外还有六阶盾陶 八阶意志半降临 太过可怕 基于此 哪怕诱惑力再大 此刻几人都没敢动弹 何况 也不一定就能赢 对方还有五位帝尊在 而且这五位帝尊 好像还能融合 所以 三位帝尊哪怕看到李浩被劈死了 一时间也没动弹 就在这种极度的安静中 红一堂和钱无量 什么话都不说 瞬间按照以前的做法 两条混沌长河开始架构出了围绕生死长河的环形圆圈 灵红玉的生死星辰也在迅速运转 激发长河中的生死气息 之前两次 李浩都是人还在 才生死轮回成功的 这一次 人都没了 当然 更之前其实也有过一次 也是被雷杰劈的 什么都不剩 那一次 靠的是时光之力复活的 这一次 好像时光之力都彻底消散了 众人都很忐忑 他们不知道能否再次复活 应该可以 毕竟生死长河还在 就在此刻 长河之中 那之前被汲取的无数帝尊之力 此刻 纷纷化为漩涡 开始凝聚 众人都松了口气 他们知道 应该是李浩要复活了 至于将杀死的帝尊能量消耗掉 谁也没在意 消耗就消耗了 本就是李浩杀的 只是一个眨眼 长河之中 好像浮现出一个身影 一瞬间坠入生死星辰 灵红玉奋力一抛 虚影抛入生死长河之中 下一刻 原本还以为是 婴儿落地的灵红玉 忽然一正 长河之中 出现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并非婴儿 而这时候的李浩 好像记忆都在 他抬头看了一眼生死长河 微微皱眉 这一次 居然不是婴儿落地 而是出现就有六七岁 而且 记忆都在 这意味着什么 他其实隐约明白了一些 下一次 我再走生死 也许出生就是十岁了 甚至更大 再下一次 十几岁 再下一次 直到到了我本来的年纪 不再是婴儿状态 一旦到了 我本来的年纪 生死轮回成功了 这代表一点 我不再有机会 走生死长河了 这其实代表 我本质上的生死源在消耗 李浩鸣雾了 大一点 是好事吗 不是 若是一直都是婴儿状态 那才是好事 代表我一直可以复生 可这一次 长大了许多 这才是清晰地告诉他 你每一次复生 都在消耗自己的生死源 亏大了 这一刻 李浩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是的 这一次很亏 五阶的尸体没了 杀死的几位四阶 待会自己复生 能保住一位的能量就不错了 四阶之下的 几乎一点不存 而自己境界没有提升 混沌雷杰 也没看出来什么 还暴露在了八阶帝尊 和一位六阶帝尊眼前 就算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具体情况 也知道 自己可能是迎越新王 而自己 还浪费了一次 生死轮回的机会 亏惨了呀 李浩有些感慨 第一次觉得 杀人太亏 可当时迎越情况紧张 他也没得选择 外人看来风光 唯有李浩自己知道 亏得多惨 若是这一次 自己晋级了四阶 那还不算亏 关键是没晋级 他什么也没说 迅速开始走生死长河 大量的能量汇聚 断裂的生死桥梁 迅速开始搭建 气息 也迅速增强 这一次 他没需要其他人帮他 也不需要如此 记忆还在 对李浩而言 却也算不上什么好事 这也代表 他会错过一些先天状态下 学习一些东西的能力 比如之前空气的寂灭之力 投入下去 李浩在那种状态 瞬间能感悟一些东西 可现在 这种机会 几乎没有了 生死之道的局限 这一刻也体现了出来 好是好 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真正的不死不灭 那是做不到的 过了一会 一位偏偏少年出现 正是李浩 只是 之前杀死的那些帝尊 能量几乎消耗一空 最多保留了一尊四阶的能量 而走出天方之前 李浩好歹 还有一位五阶帝尊的尸体 这次 真的是亏大了 四周 天际众人纷纷出现 都有些喜形于色 他们没看出太多东西 只知道 李浩将敌人全部斩杀了 强得不可思议 人也活了 好像一点伤都没有 这还不可怕吗 更远处 三位帝尊 都是心惊胆战 复活了 怎么可能 浩月 真的不死不灭吗 生死到 那位三阶帝尊 嘻喃一声 心惊胆战 此人真的不会死 死了还能复活 这也太可怕了 下一刻 三人对视一眼 什么也不说 迅速朝李浩那边赶去 既然他还活着 此刻 当然不能走 走了 也许会更危险 不说他们看到了 许多了不得的东西 就算李浩不杀人灭口 逃走的那位六阶帝尊 一旦回来 或者红月的八阶帝尊 赶来 他们仨绝对麻烦大了 哪怕他们 将李浩的全部消息 全部泄露出去 也许对方也不相信 甚至会觉得 他们和李浩一伙的 问完了消息 直接给杀了 毕竟只是几位低阶帝尊 还影响不了大局 见过大人 三位帝尊 包括魔 这一刻都有些心惊 而林洪玉这些人 都是脸色不太好看 之前好像是李浩一伙的这群人 结果转头 就背叛了七位之多 若非他们 也许李浩不需要再死一次 可正因为他们的背叛 导致李浩又死了一次 李浩却是并未多说什么 明浩死后 这几位倒是无伤大雅了 他看了看头顶 开口道 先撤 此地毕竟是红月的地盘 之前逃走的那位六阶帝尊 看到雷杰消失 也许还会回来 先走远点再说 说吧 长河席卷众人都没反抗 任由长河席卷 李浩速度不算太快 三阶大圆满的实力 加上了生死长河 也只是勉强能达到一些 弱小四阶的速度 迅速开始逃离 避开红月的覆盖范围 一边顿走 李浩一边说道 之前 黑豹吞噬了一位三阶帝尊 钱无量 你和红师叔 也汲取了一位三阶帝尊之力 迅速开始消化他们的能量 黑豹晋级三阶 不算太难 毕竟 银月是中等事件 至于二位 都是大道之主 将汲取的大道之力 一散一部分给银月居民 相辅相成 也许也能快速晋级 至于林红玉 那就没办法了 李浩自己都生死之力不够了 可没办法支援林红玉 何况对方刚晋级 想再次晋级 还需要时间 余光瞥了一眼 剩下三位帝尊 一个魔 相当熟悉了 一个禅秀 也还算熟悉 另外一位三阶 却是不太熟悉 彼此之间也没太多沟通 可这一次 其他人都被判了 这位居然没有 倒是古怪 魔和禅秀 其实可以理解的 毕竟两人一年多前 就和李浩有过接触 有些畏惧 其实也正常 可这位 什么情况 好像感知到了李浩的探寻 那位看起来有些清秀的三阶帝尊 迅速开口 浩月大人 无名寻弱 微光世界的帝尊 微光世界 勉强算是光明神界的附属世界 当然 只是这么说 实际上 是我微光世界自己贴上去的 光明神界并未公开承认过 李浩有些明误 所以 看的是空气的面子 不敢 那寻弱急忙到 大人实力强大无比 无等就算和大人为敌 也只是死路一条 当然 当时没选择和明昊他们联手 的确还是 和空气有些关系的 不太敢对付李浩 怕被空气知道 其他人还好说 他是微光世界的帝尊 而这个世界 就在光明大世界附近 其他人不知道他的来头 空气肯定能查到的 也能找到他 那就真的等死了 现在 只有庆幸了 之前那些帝尊 死光了 李浩什么也不说 回头看了一眼 又看了看三人 平静道 现在 我没时间去用心收服谁 也没这个心思 之前对明昊他们 我还是抱了几分善心的 可现在 我又担心你们三人做点什么 刚好 我这也有大道宇宙 不如三位道友 容道银约大道 三人脸色微变 当然 我很快镇定下来 没说什么 他倒是关系不大 可剩下两位 都是脸色变换了一下 因为这两位大道之主 只是一阶 按照情况 他俩容道 是不能超越大道之主的 也就是说 他俩最多保持一阶实力 从一阶到二阶到三阶 对他们而言 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时光 加入大世界 那是梦寐以求的 大世界之主 最少六阶 对他们而言 那是机会 可是 这种出生大道宇宙 若是不成长起来 不是大道之主 大道之主晋级又慢的话 他们想恢复到二阶三阶都难了 李昊平静道 他们汲取了一位三阶帝尊之力 三位在融入其中 若是他们两位 还是无法将大道宇宙晋级 我便将名号的力量全部融入其中 应该足够大道宇宙 进入二阶 禅修道友不用担心什么 倒是寻弱道友 可能会跌一阶 可也算 加入了大道宇宙 哪怕弱小一些 起码不算是散修了 大道之力更纯洁 不敢说赚了便宜 起码不吃亏 融入一位四阶帝尊之力 两人心中微动 禅修急忙道 我倒是巴不得加入 哪会有意见 我只是散修 能加入一方大道宇宙 而且潜力巨大无比 开心都来不及 倒是寻弱道友 也许会有些失弱 寻弱暗骂一声 给谁上眼药呢 从三阶跌到二阶 不比死了更强 何况 大道宇宙潜力大 这两位 也许很快可以进入三阶 我不就恢复了吗 他马上到 大人误会了 我只是担心 我们实力微弱 加入大道宇宙 浪费了大道宇宙的帝尊名额 他一脸诚恳 五等实力微弱 大道宇宙弱小的话 承受的帝尊数量有限 目前阶段 我觉得 承受的帝尊不会太多 太多了 不但不能让大道宇宙晋级 还容易爆开 我们三人 也许会浪费三个名额 实际上是告诉李浩 我一个三阶还可以 那俩 就算了吧 太浪费了 弱小 还不如死去 大道宇宙 虽然吞噬的帝尊之力越多 越是强大 可若是两位大道之主 无法承受 迟迟无法晋级 那就无法容纳更多帝尊 多了 会爆掉大道宇宙的 这就是一些 七阶八阶大道宇宙 也无法容纳太多帝尊的原因 因为道主的实力 极限在哪 他没晋级 单纯靠吞噬 是想晋级大道宇宙 难度极大 不是帝尊越多越好的 李浩笑了笑 暂时倒是不着急 三位若是愿意 那就最好 我也不想杀人 三人 都是心中遗产 不想杀人 你刚杀了十多位帝尊 而之前你说 你在天方杀了十多位帝尊 算下来 都快三十位帝尊死在你手中了 这比覆灭一方中等宇宙 都可怕了 这个杀人魔王 居然说自己不喜欢杀人 一方七阶大道宇宙 也就容纳百位帝尊 你都杀了接近三十了 大世界都被你杀了三分之一帝尊了 这才多久啊 如此可怕的人 如此凶残的人 哪怕魔 这时候也不觉得李浩输生意气了 这就是 披着羊皮的狼 极度的凶残可怕 李浩缓缓道 三位 既然决定了 那就加入我银月世界吧 他看向三人 开口道 魔 你们三人 在我银月分类中 微光世界的寻弱 应该算是十道 魔 你倒是有些类似于幻道 禅秀有些类似于 我银月的肉身成圣 那就分别加入 十道和虚道宇宙吧 他又继续道 红师叔 钱无量 你二位 他们三人容道 你们从一阶进入二阶应该不难 一阶到三阶 都是一个力量的累积 若是还不够 我将四阶之力融入一些 应该足够了 钱无量急忙道 侯爷 那位的能量 您自己留下吧 不用 四阶之力 无用 太少了 李浩摇头 他自己都不见得比一些四阶弱 要这些干嘛 没啥大用 四阶之力 也开启不了道琪 反正留下也是浪费 一部分给他们晋级用 若是还剩下一些 他就给天级分身用 让他分身进入二阶帝尊层次 算是物竞其用了 自己是没办法晋级了 这些人能晋级 也不错 尽管还是一群低阶帝尊 可赢月本就有五位 加上自己六位 再加上这三位 总共九位帝尊了 到时候 除了魔和灵红玉 其他人都算跨入了二阶 还算可以了 这也是许多弱小中等世界的配置 若是自己进入四阶 那就刚好达到中阶世界的要求了 有些中阶世界之主 其实也只是三阶 当然 这一般都是星晋的那种 钱无量剑他这么说 自然没什么意见 而魔这几人 其实有些疑惑 大道之主有两位 这大道宇宙不简单 可是 为何昊玉本人 不要这个大道之主 李昊 不算是大道之主 大家都看出来了 虽然之前融合了他们 可不代表李昊 可以掌控大道宇宙 只是利用时光星辰融合了而已 若是他亲自执掌 也许会更强 借用大道宇宙之力 也许可以跨入四阶 他们不理解 正常情况下 有一个难得一见的大道宇宙 换成他们早就给吞了 李昊弄了一个虚假的道合 有啥用 还不如直接执掌了大道宇宙 看这两位大道之主的态度 对李昊 还算是极其恭敬的 当然 这两位都是帝尊了 让出大道之主的位置 也许有些麻烦 也许会死 可李昊这个杀人魔 还会在意多杀两个一阶帝尊吗 而李昊 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迅速赶路 先逃远点再说 而那三位帝尊 也不敢有丝毫耽误 此刻 都生怕被李昊给宰了 很快 开始商议荣道的是 无外乎在大道长河之上 开启一条支流 将自己的大道 移植过来 其他大世界的人 还有些麻烦 几位无大道宇宙之力的帝尊 却是相对简单的多 他们的道 本就是混沌中的道 混沌中的道 加入大道宇宙 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难度要低很多 倒是大道宇宙中的帝尊 想加入另外一方 还得先断掉 和原本大道宇宙的联系 一般情况下 大世界不会收留 另外一方大世界的帝尊 否则 很可能会引起两方世界开战 李昊也没多管 此刻的他 只顾着赶路 而荣道 也一切顺利 事实上 融入三位帝尊 还是不够大道宇宙晋级的 毕竟三位帝尊也不算太强 而大道宇宙晋级 其实难度更大一些 是整个大道宇宙极限的提升 李昊开始用自己剩下的那些四阶之力 融入大道宇宙 差不多消耗了一大半 这才将整个大道宇宙 完成了一次小层次的提升 两位大道之主 原本想完成一阶到二阶的积累 其实很难 需要很长时间 可有了李昊帮助 两人倒是快了许多 自然而然地成就了二阶 这时候 黑豹 钱无量 红一堂 禅秀 寻若都成就了二阶帝尊之位 剩下的那些能量 李昊也懒得留下 直接攻击了天际分身 天际分身 也是来者不拒 李昊回来了 他觉得自己 不需要再当先锋了 既然如此 多一些能量 多一些力量 也是好事 起码遇到了本尊 多少有点资本了 等到他汲取了所有的能量 也直接跨入了二阶 一阶到三阶 只要能量足够 也不需要什么大道感悟 何况他本尊当年也是二阶 至此 李昊这边 便有了一位三阶 六位二阶 两位一阶帝尊 其实没算上二猫 若是算上 刚好十位帝尊 短短时间内 营月积蓄了不少力量 而李昊 心中也有了一些想法 这么多帝尊 其实已经足够了 他不准备再收编谁了 这一次 洛飞之前决定过 他是不想收下这三位的 他还是需要培养营月人才行 大道宇宙的帝尊名额 其实很有限 给了外人 代表自己人 就少了一个名额 现在 黑豹不占用大道宇宙名额 他是世界之主 算是特殊类型 天机也不占用 他只是分身 虽然力量达到了帝尊层次 可本质上 还是本源帝尊 二猫也不占用 他更特殊 李昊都无法判断他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帝尊 是大道宇宙帝尊 还是混沌杂乱到帝尊 或者是 另外空间的帝尊 谁知道呢 而灵红玉也不占用 总的来说 目前大道宇宙 只有五位帝尊 其中两位还是道主 他们只是二阶 三阶之下 容纳不了多少帝尊的 不能乱招人 也不能乱让人容道了 欠缺大道之力 那就杀人 李昊心中默默想着 整体实力提升了不少 道是我 至阴之道 该提上日程了 否则 我连道旗也不敢使用 若是这一次 他感悟了一些至阴之道 他会选择进入道旗中 感悟一些大道 而不是选择走生死轮回 很是可惜 至阴之道 他到现在没遇到过 但是他知道 阴阳世界是必然有的 而阴阳世界 目前天极只是分身 张安还不是帝尊 倒是天极本尊 天极本尊是全道修士 很强大 可有一人 那位怀王 据说阴险无比 胆小无比 阴险 算至阴吗 李昊忽然笑了起来 不管如何 和两位真正的 本源世界的帝尊交流一番 也许会对自己感悟至阴之道 有些帮助 按照天极分身说法 对方身上 也许还有至尊分身 或者六阶帝尊跟随 也许也可以交流一番 至尊分身跟随 这个李昊其实知道 他有走过心武 那位至尊 无处不在 分身分裂无数 其实李昊一直觉得 分身多了不是好事 容易变态 可这位至尊 到现在都没变态 也许有办法不让自己变态 或者 已经变态了 自己没看出来而已 天极前辈 咱们去找你本尊去 李昊笑了起来 迅速顿入虚空 而天极分身也笑了笑 笑得有些惆怅 我和本尊遇到了 到底谁的记忆为主呢 还是说都能为主 虽然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融入本尊也好 免得自己麻烦 可很丢掉了这些年的记忆 其实还是有些小伤感的 当然 本尊融合了自己 能不需要自己再打架 也不错 天极很快又放开了 我本就是分身而已 管他呢 这一日 李昊一行人顿走 可很快 混沌各方 还是有些震荡 李昊杀人的消息 外泄没那么快 混沌沟通起来 也没那么容易 可大世界多少 都是有一些手段的 天方大世界中 回龙观 所有修士的传讯令上 浮现出了一行字 猎杀银月星王 实力未知 可能介于四阶到六阶之间 具体无法判断 特征 爆发强大力量 容易引起混沌雷结攻击 可能是生死修士 阴阳修士 另外 可能擅长见尊之剑道 有剑道之意 猎杀成功者 可得中等世界一座 六阶地兵一饼 八阶红月道运 结晶十美 令 可加入红月大世界 分配大道之力 除以上特征 另有一点 此人可能是 明号团队中一员 明号 伏笔 皆被奇迹杀 明号团队覆灭 若有活人 可能和此人有关 这一刻 无数人震撼 银月王 四阶到六阶 怎么可能 银月 不是说 才破风而出 就算封闭 也不过数十年吗 怎么会冒出一位中阶的帝尊 还有 明号伏笔 居然都被他杀了 明号这个小团队 实力还是很惊人的 名气也相当大 十多位帝尊出行 都被杀了 还有 据说 其中还有一位是空记的好友 这一刻 回龙帝尊 迟迟没能等到迅寒出现 又收到了来自洪月和云霄两方的消息 他忽然看向一个方向 眼神有些变化 明号团队中议员 四阶到六阶 杀死了明号 见到修士 引起混沌雷洁 银月王 他早就怀疑李号 只是因为 对方不是大到宇宙修士 他有些不确定 可今日 他意识到了什么 还有 若是四阶到六阶 迅汉 也许死了 而不是不出来 是被对方用什么手段杀死了 他脸色变了 银月王 空计 星武 光明神剑 这两方 难道联手了 怎么可能 当然 也不是一点不可能 云霄其实和红月 隐约有些联手的意思 既然如此 天方与另外一方大世界 光明神剑 去联手那臭名昭著的星武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这时候 回龙帝尊脸色变了 他确定 那号月 大概率就是这银月王了 只是 银月王不是大到宇宙帝尊了 怎么会成为中阶帝尊 可不是大到宇宙帝尊 如何能晋级这么快 还是说 这人 其实就是星武修士 早就是帝尊了 只是一直隐藏在银月世界 一时间 他无法搞清楚具体情况 星武的帝尊 不应该是本源的帝尊吗 还有 空计这边 他正想着 耳边传来了空计的声音 可怜我号月道友 不会被那银月王所杀吧 关主 何时启程猎杀剑尊 我要出天方 寻我号月道友 若是遇到那银月王 杀之 回龙帝尊心中暗骂一声 少扯淡 那号月 大概率就是银月王 越想越是后悔 早知道如此 也许 我该留下对方 再看看一直守着的暗魔灵 再次暗骂一声 守什么守 那人 没了 不止迅汗没了 这暗大世界所有帝尊都没了 真是血亏 好一个号月 等着吧 还有这空计 大概率和星武联手了 当然 这家伙不好招惹 最好将他弄走才行 这一日 银月王之名 开始在天方域流传 而红月域内 也开始流传起了 这位不起眼的银月王之名 之前倒是知道 但是都觉得 只是一阶帝尊 无需在意 可是 对方首刃 两位四阶帝尊 迎来了红月之主的通缉 还是让人震动 还是让人震动无比 银月王 中阶帝尊 第454章 回转 黑暗混沌中 一只巨大无比的猫 懒洋洋地遨游虚空 此刻 猫中世界 巨大无比的世界 容纳了无数修士 无数强者 一位看起来斯文的老人 忽然睁眼 脸上露出一些笑意 银月王 果然 银月新诞生的王者 有些不可思议 银月失联五十多年 才开启一年多 而这位银月王 居然斩杀了 数位中阶帝尊了 当然 其实对比人王 也不算什么 新年 人王走出混沌的时候 还没如今的李浩大 那时候 人王已经击杀了六阶的天帝 可是 得看世界基础 心五世界 在天帝时代 就是大世界了 本源世界呈现 尽管还不是太完善 可天帝作为大道之主 其实已经有了六阶之力 世界的极限 很高 而银月 极限太低了 如此情况下 那银月新王短短时间 能隔杀中皆帝尊 还是很厉害的 虽然老人知道 必然和那时光之力 有些关系 好是好 只是 老人微微皱了皱眉头 只是 这银月王的出现 出名 可能会稍微打乱一些 他的计划 希望那位 还是低调一些 第一是不安全 实力在那 很容易被红月击杀 第二 银月王搞出来的动静太大 就容易触动一些 心五的计划 导致红月这边 将精力被他牵扯过去 那心五的一些猎杀计划 可能会出现一些弊端 天极和怀王已经过去了 原本只是想猎杀一些强者 现在的话 可能会有些麻烦 容易引起 红月的强者关注 甚至是高阶帝尊的关注 红月大世界 本土高阶帝尊 不算太多 关键是 最近红月域 不少大世界朝那边迁徙 和红月达成了一些协议 一旦这些大世界之主出动 就很麻烦了 银月王思索一阵 老人闭目 与此同时 混沌另外一处 一位头发稍显花白的老人 眼神犀利 正在游走 忽然 耳边响起了先前那位老人 也就是心五至尊的声音 还好 你没走远 老人沉声道 你让我少招惹是非 我最近可没乱跑 没乱跑吗 至尊笑了 没乱跑 你又杀了一位中等世界之主 当然 他也不多说 而是迅速到 混沌联系不易 闲话少说一些 银月世界出现 银月诞生了新王 这些你都清楚 另外一点 银月应该是诞生了 新的大道宇宙 必然的 老人一点也不意外的样子 早些年 就有这样的征兆了 银月自封多年 断绝和本源联系 没了本源宇宙的压制 诞生新道宇宙很正常 你果然知道 至尊声音有些异样 所以 五十多年前 银月失联 是你故意的 不算是 老人微微皱眉 那时候我忙着 对付几位红月帝尊 我虽善功 却是不善防守 带着银月太麻烦了 你不要给我乱色罪名 没人说你丢了银月是罪 至尊又说了一句 虽然我孙子就在其中 可不是还活着吗 死了 我在至罪你 老人懒得回应 迅速道 有话就说 银月王出现了 猎杀了两位中阶帝尊 引起了红月之主的注意 如今消息开始在一些大世界流传 银月新王如此强悍 纵然没想到更多 可银月诞生了大道宇宙的事 应该难以瞒住一些大世界之主 接下来 这位银月王 恐怕不太平了 惹麻烦 倒是有一首 老人忽然笑了 不过 这么短时间 能猎杀中阶帝尊 的确有一首 说到这 微微皱眉 昔年进入过一尊红月帝尊 再加上银月诞生了大道宇宙 再加上内部遗留的一些新武传承 还有银月世界本身 银月王进入中阶 应该也不算太难 这其实也是银月内部 当初李道衡他们的心思 吞噬一切 最终 连大道宇宙都给吞噬了 成为中阶帝尊 其实还是有把握的 只是 如此一来 银月的潜力就没了 当然 那时候李道衡他们还不清楚 什么叫中阶帝尊 他们只知道 若是成功了 会成为仅次于人王他们 这个层次的顶级帝尊强者 未必如此 至尊声音在起 他的道 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道 不是剑道吗 老人有些疑惑 按照我的判断 他应该走剑道 是一位纯粹的剑道修饰才对 可能和另外一种力量 时光有关 时光 老人迟疑了一下 许久才到 真的有人可以修炼时光 还是说 当年 星五流逝的那一部分力量 真的是占天地留下的力量 占天地 真的修炼过时光 我不清楚 至尊声音轻微 谁也不好说 不好判断 哪怕方平也不好去判断这些 只是 占的能量 的确流逝了出去 方平选择了成全 没有再次吸纳回来 本是想成全你的 让你成为下一个高阶帝尊 我不需要 老人一脸默然 剑客 纯粹一些变形 你还是太倔 不过也算是你自己的道 自己的路 自己走 也许才更适合你 至尊倒是没多说什么 有些人便是如此 坚定自己的信念 一心走自己的道路 一切外来之道 纵然再强 也不在意 这种人 要不一事无成 要不就能飞黄腾达 长生剑客 能否后来居上 超越一些人 成为新武侠 一位七阶帝尊 谁也不好确定 也不能去否定 至尊不再多说这些 迅速道 你去找天际他们 去见银月王 不需要 主要是产出一些麻烦 至尊开口 不需要保护 也不需要庇护 人家也在走自己的道 无需我们插手 只是 适当产出一些顶级存在 也是有必要的 老人思考了一番 微微点头 可以 不过 我有我的办法和手段 这是 我知道了 你将天际他们的位置 给我就行 剩下的 不需要你管了 至尊并未多说什么 只是老人身上 闪烁出一抹光滑 老人感知了一下 其中存在一个光点 应该就是天际他们的位置了 在混沌中 定位很难 传信很难 可行武至尊 传讯也好 定位也好 好像都不算太难 这位至尊 亲自出战的次数 其实很少 更多的还是 人王他们出战 甚至羊神战斗的次数 都比他多 他好像很多年 都一直待在心武 可所有人都明白 他就是心武的大忙 正在指挥着心武所有强者 一步步蚕食红月的势力 一点点壮大心武 将心武 从最弱的六阶大世界 一步步地 用了千年时间 发展到了今日 和人王他们有关 和心武 这位至尊也有关 他坐镇指挥 让心武从出生的大世界 很快崛起 到如今 整个红月域 也就红月大世界 可堪一战 长生剑客 赶支了一下位置 距离自己不算太远 当然 也是相对而言 他也不说什么 迅速调转方向 朝那个区域飞去 原本 至尊应该是有安排的 看样子 现在是觉得不把稳了 觉得可能会遭遇 更大的麻烦 对于老张的判断 长生剑还是相信的 看样子 这位银月新王 也不算善查 倒也正常 若是善查 那就不是银月诞生的新王了 走不出银月世界 心武事件 至尊睁开了眼睛 看向天空 好像在思考什么 许久 忽然开口 来人 去喊帝皇前辈 来见我 很快 门外有人音声 这一次 至尊并未直接传音 而是派了人去请 口中 也是喊着前辈 过了一会 一尊宛如田间老农的老人 走了过来 带着一些书卷之气 或者说 慵懒的气息 走着潇洒的脚步 迈入了大殿 也不说什么 直接在至尊旁边坐下 端起茶杯便喝 至尊看了看老人 也不说什么 老人喝完了茶 这才道 合适 心武之前 九皇四帝称霸 其中 天帝统侠本源 在这之下 便是帝皇算计无双 搅动风云 曾化身风云道人 搅乱天帝 一门树皇 膝下三子 人人都是顶级强者 幼子李主 更是心武时代最大的敌人 心武的诞生 都和这一门关系极大 最终 击溃了天帝 和这一家关系极大 心武最后一战 一门赴死 为人王姬杀天帝立下了大功 也因此 获得了人亡认可 掌握阴界之后 逆转阴阳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连这一大家子 都给复活了 前辈 李主何在 出去玩了吧 不太清楚 至尊笑了笑 也不在意 有件事 让他去做 你自己联系他 我和他关系不好 他向来不太理会我 至尊再次笑了 他和那位 曾经交手多次 彼此算计彼此 斗计斗法 双方不合 人尽皆知 虽然心武至尊 名气极大 可那位 也不是太在乎 很少会留在心武世界 帝皇笑了 他不理你 他有这么大胆子 至尊也懒得和他多说这个 再次开口 而今 混沌中有些小道消息流传 寻常人做这事 我不太放心 让李主去做 我会放心一些 我想让他出使光明神剑 帝皇瞬间坐直了身体 看向至尊 微微皱眉 那个天方玉的八阶大事件 对 老人皱眉 联盟 算是 不太靠谱 我知道 但是 哪怕只是一个名也行 天方的云霄 对我心武 也是虎视眈眈 加上红月 一旦真爆发高阶地尊之战 多了一方八阶大事件参与 心武岌岌可危 若是光明神剑 能帮我们牵制对方 那就有些把握了 这是不好办 帝皇直言不讳 一张嘴 让一方八阶大事件联盟 难如登天 离主出使 纵然不能拉来 也不会轻易翻脸 不是吗 帝皇笑了 你倒是信任他 前辈一家 都是人杰 不是吗 这一日 至尊倒是客气许多 帝皇又笑了 行 我转达他 但是他现在不听话 对我这个老子 也是爱答不理 翅膀硬了 我也难管 也没什么资格管他 毕竟也没帮他什么 至尊倒是不太在意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帝皇谋划天地多年 对这个儿子 其实的确没怎么管过 人家不搭理他 其实也算正常 不过 好歹是爹 多少还是有几分作用的 此事让其他人去做 他不太放心 倒是那位老对手去做 还能安心一些 考虑一番 又道 他若是距离银月不远 你让他顺便去看看 那位银月王 判断一下 我要做一些评断 帝皇笑了 银月王 怎么 培养出了一个方平 还想再次制造一位新王出来 至尊也笑了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 鞭长莫及 我只是判断一下 是否会成为新武的威胁 有那么夸张 不太好说 我知道了 帝皇起身 就这事 没其他了吧 没有了 那我先走了 老人转身就走 等到快离开了 至尊忽然开口 前辈有希望跨入七阶吗 西年剩下的那些帝皇当中 我觉得前辈希望最大 这些年 前辈也很少出手了 没戏 老人头也不回 七阶哪有那么简单 何况 我死过一次 我也死过 老人声音带着一些痴笑 你是死过 可方平逆转阴阳之时 为了你们这些清静之人 用的方法一样吗 逆转你们 度了混沌雷洁 对咱们 可没有这样 阴气太重 阳气太少 阴阳失衡 如何进入七阶 至尊微微皱眉 点了点头 也没否认 只是诱到 他还未能跨入八阶 差一些 只要跨入八阶 再尝试一次逆转阴阳 应该可以弥补 而且 我们最近也在寻找附近的 致阳属性大世界 若是能夺下 前辈七阶不难 致阳大世界 老人没说什么 微微摇头 没那么简单的 现在 都没头绪的 到哪去找致阳大世界 何况 找到了 等着要分配的人也很多 阴阳逆转 终究还是有局限的 想到了什么 原本已经走远了 忽然回头到 阴阳不合 生死倒可以平衡吗 至尊迟疑了一下 摇头 不太清楚 我虽也修炼一些生死 可毕竟不是 真正的生死之主 倒是今日的阴阳王 好像再修生死 具体我也不知 你可以转达一下李主 他也有些阴阳不合 尝试看看 能否从阴阳王那 获知一些消息 这样吗 帝皇思索一番 点了点头 很快 消失在原地 等他走了 至尊再次陷入了沉思中 很快 闭目不去管了 这一次 既然传闻阴阳王和光明大世界 有些联系 那也许可以拉来一位 不算太靠谱的盟友 一切看情况再说 生死 时光 生死道 其实并未流传出去 哪怕红月那边 也只是说 修炼了一些容易触动 混沌雷结的能力 时光也能触动雷结 至尊之所以如此判断 是基于对方多次出手 却是寥寥数次 招惹了混沌雷结 不是一直如此 这代表 那位大概散开了时光 散开了时光 接触过时光 银阅王一般的道 应该看不上了 要不修生死 要不修阴阳 要不修空间 空间难专 阴阳他很清楚 缺乏契机 生死 那人应该历经生死 这是最可能修炼的手段了 此刻 李昊虽然不清楚 各方如何反应 但是也知道 之前红月之主说过 此次会让人击杀他 显然 自己的一些消息 可能泄露出去了 包括那位逃走的六阶帝尊 也可能会将他的一些消息 流传出去 而天极和淮王所在地 现在也许是 很多强者关注的地方 这俩位 大概就是明灯 星武 红月 包括一些幕后强者 都将这两位视为鱼儿 由此而博弈 因为这两位是星武这边 少见的单独行动的低阶帝尊 目标很大 其他星武帝尊 都是行踪诡秘 唯独这两人 因为实力不强 而且可能消息 被人泄露了 导致他们俩人 处于一种万人瞩目之下 此刻 其他人的修炼 暂时到了一个瓶颈 李昊又将从空气那边 换来的无数资源 全部分发了下去 那么多黑暗道运 捷径换来的宝物 那可是极多的 都是对帝尊之下有用的 有些宝物 李昊听都没听过 类似于什么强大肉身的 强大精神力的 还有一些专门修炼 各种属性之道的 这些宝物 大白菜一般 从八戒的大世界 运送到了空气那边 换取那些黑暗道运结晶 对人提升到帝尊层次 没太大作用 可对于帝尊之下 都是至宝 一时间 整个营业 又开始了修炼的狂潮 黑豹背部 巨大的黑豹身上 有一处凹陷 如今的黑豹 越来越像狗了 这也是黑豹 自己一直尝试 转换弄出来的 本来夺射的是一头牛 现在被它改造的 和狗越来越像了 凹陷中 几位帝尊助力 还有一些非帝尊 包括新加入的三位帝尊 此刻也都在 而此刻 他们才知道 才确定 这浩月帝尊 居然就是之前 大家口中的那位 银月新王 有些不可思议 可对方的确是银月新王 而且据说年轻的难以想象 天机前辈 天机看向李浩 李浩再次开口 如今 不出意外 你的本尊所在地 可能是各方大世界 关注的焦点 你我双方的会合 恐怕没那么简单了 若是我不杀这些人 也许还不会引起 一些顶级存在的关注 可我杀了明浩他们 红月之主的意志 亲自开口击杀我 如今 红月大世界 必然会关注 之前 只是一群低阶帝尊的战斗 了不起设计一些中阶帝尊 可这次 红月之主发现 李浩都能杀中阶帝尊了 判断出 银月诞生了星道宇宙 一座星道宇宙 大概率就是一位 七阶帝尊 高阶帝尊的代名词 如此情况下 对方必然会付出 更大的代价 绝对不会不管不问 任由李浩和对方会合 天机虽懒 但是不傻 点头 不错 关键是 我的本尊未必知道消息 现在还在朝我们汇聚 而且 随着我进入二阶 本尊的速度果然加快了 他也有些头疼 本尊一直被人盯着 这是必然的 现在想逃 都难逃走了 有些无奈 情况 比预期的更麻烦了 李浩杀死了那群人 若是消息不外泄 那还好一点 关键是 消息外泄了 他也有些头疼欲裂 关键是 现在银月 最强的李浩 没了借力的手段 五阶帝尊之躯也没了 很难对付中阶帝尊 至于高阶帝尊 遇到了直接送死算了 李浩什么也没说 此刻 面前呈现出一张巨大的地图 一颗颗星辰一样的存在 点缀着地图 北方 红月域 南方 天方域 一北一南 中间很少有世界存在 是一片混沌区域 红月世界和天方大世界 是两大域的边缘地带 以此隔开 天方大世界 算是两者之间的隔离带 因为天方大世界 没有了高阶帝尊 所以不算什么威胁 西方 李浩没去过 据说此地叫赤阳域 域内最强的势力 是赤阳大世界 据说也是一座八阶大世界 只是很少和这边接触便是 东方 被称为龙域 这里 属于妖族的地盘 据说这地方有龙族大世界 还有其他妖族大世界 几乎都在东方汇聚 在混沌中 妖族也不是弱者 不少混沌巨兽 都在那边游荡 和妖族算是同源 实力极强 这就是这一片混沌区域的 势力分布 每个玉和玉之间 都有一片空白地带 算是人为制造的分割地带 这些区域 几乎不会有世界助力 除非刚诞生的一些小世界 大世界 都不会存在于 这些隔离带范围内 而这时候 李浩点出了一个光点 这是红月大世界 那个光点 散发着一些红色 我们在这 李浩再次一点 在地图上看 距离很近 几乎就在光点旁边 你本尊在这 李浩根据天极分身的判断 点出了另外一处 在他们南方 不远的地方 那就是天极本尊所在地 距离也是极其近 此刻 一旁袁朔开口 非要会合吗 我们现在没能力 参与这样的战争 一群帝尊之战 还涉及到了高阶帝尊 不是说见死不救 关键是 星武应该有自己的打算 我们贸然接触他们 未必是好事 天极前辈分身在这 我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银月关键还是自保 自保都难 可李浩的想法 好像是非要和他们接触一下 这不是好事 太危险了 李浩击杀了那些强者 六阶帝尊逃离 现在他们算是 逃离了敌人的监察范围 混沌很大 找个地方躲一躲 就算不能彻底躲开 也能给银月一段发展时间 李浩带回来的资源很多 全民都在加速修炼 其他人不说 两位大道之主 借着全民修炼的东方 还是有那么一点 希望跨入三阶的 当然 四阶就太难了 袁说又道 我的想法是 我们先低调一些 天际前辈他们的本尊 自然有心武负责安全 我们不能做这些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事 天际自己都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 现阶段 麻烦更大了 能不会和 我也建议不去会和 我只要避开本尊 本尊也不是白痴 自然知道 肯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应该也会主动避开我们 他看向李浩 有些唏嘘 其实 不用管我本尊的 李浩 真是个仗义之人啊 李浩失笑 前辈 貌媚问一句 你本尊懂阴阳之道吗 天际一正 摇头 不会 那东西 太复杂 我怎么可能会 那心武 懂阴阳的人多吗 不算太多 当然 也有一些 尤其是至阴之道 当年死去的人 大部分都会 天际解释道 西年 心武不少人都战死过一次 后来被复活了 人亡逆转阴阳 前辈没战死 天际看了看天空 没吭声 你猜 怀王呢 天际再次看天 你猜 李浩笑了笑 想了想到 那其他帝尊呢 战死得多吗 当然多 至尊战死过吧 嗯 李浩点点头 我未必要见前辈本尊 但是我想见见 一位懂阴阳之道的强者 至于智阴之道 那最好了 他不是非要去找天际 关键是 心武 是他知道的 目前为止 对阴阳最了解的世界 他需要感悟一些至阴之道 融合至阳之道 阴阳融合 进入四阶 否则 三阶大圆满的他 只能换到了 换什么 寂灭复苏 关键是 对寂灭他有些了解 可复苏 人家空气都不是太了解好吧 除了这 走五行吗 不太符合他的预期 所以 能这时候见一面 那是最好的 希望能有所感悟 袁硕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 微微凝眉 设计到了李浩晋级 那就算危险 也得去做才行 银月的底牌 底气 都来源于李浩 他思索一番 看了一眼众人 开口道 还是要分开 分成两处 一处当成影子 去引诱一些人 为杀追捕我们 一处 暗中去接触天际前辈本尊 当然 大多数人 还在盯着天际前辈他们 不会贸然转移视线 袁硕考虑一番道 我的意思是 还是用大道宇宙作为诱饵 天际前辈他们的诱惑力再大 也不如大道宇宙 现在大道宇宙也许暴露了 而银月未必会对外说 我们倒是不在乎了 银月知道了 还是全混沌知道了 差距不大 用词 置之死地而后生 才有可能转移开 天际前辈他们身上的注意力 一旁 钱无量迟疑了一下也道 不错 而且 我们现在最好做点是 袭击一处附属于 银月大世界的小事件 甚至是中等事件 引发一些动静 暴露出大道宇宙的事实 侯爷可以带着天际前辈分身 暗中离开 寻找和对方接触的契机 那时候 银月自然是危险万分 可李昊这边 非要去接触 显然有他的道理 大家也不劝阻什么 李昊没说话 而是轻轻敲击了一下大腿 在银月 因为了解情况 他可以设一些陷阱或者局 到了混沌 他不了解混沌 而且混沌太大 有些事情做起来太难 现如今 太多人盯着银月和新武了 很麻烦 想脱离他们的视线 也很难 考虑再三 李昊开口 我想回天方大事件 众人一正 回去 为何 李昊又道 在混沌中 我底派太少 我没办法应对一些强者 我要回天方 猎杀一些强者 比如回龙帝尊他们 一旁 那三位知情的帝尊 都在吸气 卧槽 你疯了吧 六阶帝尊啊 你要猎杀对方 怎么想的 李昊继续道 但是 我要接走天机前辈他们的本尊 不但如此 还要将他们隐藏起来 和银月一起 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众人不吭声了 都看向李昊 这任务 太难完成了 我去天方 制造动静 李昊开口 你们去接人 黑豹和我一起 世界在我这 我本人也在这 在大家想法中 银月就在这 而钱无量 红诗书你们 去接人 钱无量欲言又止 李昊又道 大世界的本源气息 有些重 在征得两位前辈的同意下 我希望将他们的 大世界气息消散掉 也就是和本源脱离 众人又是一阵 这可能吗 现在的银月大道宇宙 太弱了 人家能答应 倒是天机分身 摸了摸下巴没吭声 自己了解自己 说实话 让本尊加入银月宇宙 可能吗 可能性很大的 只要许诺 不用本尊参战了 本尊巴不得如此 反正 投靠银月不算背叛 所以 需要两位大道之主 去接人才行 当然 我不能确定 一定百分百将 所有人的视线 全部吸引过来 毕竟我目前也只是三阶 除非 天方出现了一边大事 超越了大家 对心武的关注度 比如 大道宇宙复苏 众人又是一阵 李昊继续道 可那难度太大了 几乎不可能 所以 可能需要两位 大道之主分开 李昊想了想补充了一句 用我银月的大道宇宙 冒充天方复苏的大道宇宙 这也是机会 因为天方大道宇宙复苏 会很弱小 而银月的大道宇宙 刚好很弱小 这就符合复苏的情况 否则 太强大了 大家反而不信 他看向两人 冒充这种事 钱无量擅长 钱无量 要不你跟着我去天方 红师叔去接人 只要天方的大道宇宙复苏 别说天极前辈他们 就是七阶爆发战斗 都能停下来 但是 很刺激 一旦被抓到 一定会被人生吞活泼 钱无量有些无奈 在一群帝尊眼皮子底下 冒充天方大道宇宙复苏 也许还会引诱来 许多高阶帝尊 卧槽 这简直就是 在阎王面前跳舞 太刺激了 跳舞的还不是美女 而是一块好吃的肉 谁看了都想吃的那种 不得吃下去才行 此刻 连刚加入的三位帝尊 都有些忍不住了 魔小声道 必须如此吗 这 是不是太疯狂了 我觉得 你若是希望接人 可以从长计议 为何非要如此做 那很容易成为 更多人的目标 总觉得李浩将事情 闹得更大了 就为了接两位 低阶帝尊 值得吗 感觉不值得呀 李浩解释道 天方局势复杂 其实相对 还要安全一点 可若是不搞出动静来 几乎不可能 将大家的视线转移开 至于攻打小世界 中等世界 其实反而是 欲盖弥彰 大家愈发确定 我们会和新武会合 天方这边 只要做得警惕一些 反而不会太过危险 说是这么说吧 李浩又道 在天方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而且在那 关键时刻 可以借力 在混沌宇宙 到哪界里去 现在很难做到了 五阶帝尊尸体都没了 李浩不再废话 我 黑豹 钱无量 去天方 其他人 去接天极前辈本尊 当然 记住了 一定要拿到至尊分身 或者和天极前辈背后的帝尊 有一些沟通 我需要知音知道的一些感悟 这就是我的目标 李浩说到这 又道 至于何时进行接触 红玉跟着你们 距离太远 我难以沟通你 那我会破坏一些你的生死星辰 你无故受伤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接触了 代表我这边动静极大 或者 你们也能感知一些 众人都是皱眉 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而此刻 袁硕忽然到 天方有五行时 那带上我吧 我想去天方看看 感悟一下五行的力量 也许就我有些帮助 李浩皱眉 那边很危险 你觉得我会怕 袁硕知笑 钱无量 红一堂这些家伙 都能成道主 我还会怕一些危险 两位帝尊不吭声 这位也惹不起 李浩思索了一番 只好点头 行 他也不再说什么 不跟着自己 也得跟着黑豹 而黑豹也得跟着 自己一起走 否则目标太大 实际上 老师会一直在 自己身边的 众人都没反对 李浩的计划 摸这几人 都是欲哭无泪 疯了 这些人 胆子真肥 此刻不逃 非要回去搞事情 虽然按照李浩的说法 他们仨跟着 红一堂就行 可是也很危险的 谁知道 天机他们那边的人 会不会撤离 他们只想逃走 李浩又道 事不宜迟 我要迅速赶回天方 开始筹备 大到宇宙复苏的事 这一次 若是计划能成功 我们迅速会合 拿到至阴之道的 一些感悟 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起 躲避一段时间 避开一些追踪 这就需要用到到齐了 而到齐 又需要能量开启 当然 在天方大世界内部 可以不需要 但是李浩不可能 在天方内部进入 否则 一定会被人知道 自己还在天方 他思索了很多东西 将一些未来的计划 都做了一个 大概的布置 谋是在人 成是在天 能否成功 看运气就是 若是能成功 那就有希望进入中阶 还能找个地方 安全躲避一段时间了 这比直接接触 新武要强得多 众人对视一眼 红一堂也点了点头 我这边倒是没意见 只是 我还要带一个人 谁 张安前辈 李浩笑了笑 看向张安 张安健壮 也点点头 可以 我去的话 遇到两位帝尊 倒是能沟通一下 那好 李浩继续道 你们都进入十道宇宙 进入道合 大道宇宙 其实本体 还在迎越世界 而非道合 但是道合在 也足够了 若是实在无法会合 李浩思索一阵道 如果能弄到至阴之道 可以融入道合之中 道合的本体 大道宇宙就在迎越 我可以尝试在迎越 去隔空感悟 会合太难的话 就放弃会合 以免被一网打尽 隔空感悟 显然不如当面感悟 不过 会合的确充满了风险 到了不得已的情况下 这样也可以试试看 此刻 林洪玉开口道 我若是汲取了至阴之道 可以通过生死之道 传递回去吗 太远了 李浩摇头 我的生死长河 没有大道宇宙强大 构建也不够稳定 实际上 不如大道宇宙的稳定性的 林洪玉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那就这么定了 李浩看向众人 能否让迎越毅力混沌 这一次很重要 希望诸位 包括我 都能成功 他不再多说 也没有太过在意一次分别 很快 带着黑豹 钱无量他们离去 回身朝天方赶去 这一次 他要在天方 制造一些大动静出来 就如当日新门开启 新武人王灭沙大事件 制造出惊天动静 从而让迎越 摆脱了许多人的注意力 他这一招声东击西 也是学的新武人王 等李浩走了 红一堂吐了口气 这一次 他们这群人就一个目标 弄到至阴之道的感悟 传递回去给李浩 关键还是在于新武这边 能否提供 还有双方能否有接触的机会 至于会合 大概很难了 距离太远了 他们实力不够 到时候都在逃亡 哪有足够的时间去 会合到一起 通过道合传递 还是很难的 而这时候 林红玉却是传言了一句 不用担心 只要弄到了感悟 我来感悟 就有机会传递回去 红一堂一正 看了他一眼 林红玉却是不多说 生死轮回 他如今知道了 我若是死了 就有可能在生死星辰中复苏 那时候 只要记忆保留 感悟保留 我自然可以传递回去了 这一刻 各方还在追踪银玉 也在追踪天几本尊 他们所在地 而这时候 谁都不相信 也没法去想 李浩居然回转 朝天方赶了过去 而没了黑豹 这个大目标 其实想找到几位帝尊 还是有些难度的 黑豹带着银玉世界 才是最难隐藏的存在 心武至尊那边 还在想办法营救李浩 而李浩 实际上压根不希望 他们来救援自己 能给自己提供一些 至阴之道感悟 这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心武那些人一旦出手 到时候 也许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另外 在天方内部 找到合适的盗运之地 也许还有不小的机会 反击一些强者 这一刻 李浩将天方 当成了自己反击的大本营 与此同时 一艘战舰之上 天机忽然微微皱眉 分身偏离了方向 好像故意远离了我一些 怀王若有所思 大概遇到危险了 不希望马上碰面 对 天机想了想 点点头 大概就是如此 另外 分身二阶了 怀王无言 卧槽 这么说 这银月必然诞生了 大道宇宙啊 否则 哪来的这么多大道之力 果然 我猜对了 又过了一阵 天机忽然道 分身的意思是 让我等 嗯 怀王一正 他和分身可不能直接沟通的 你怎么知道让你等 天机一脸唏嘘 我的分身好像变聪明了 居然开始动脑子了 他行走的路线 随着感知的不同 我好像感知出来了 是一个字 等 怀王心中微动 一个字 也就是说 这家伙的分身 正在混沌中进行骚操作 不断改变方位 改变方向 正在写字的那种 让天机去感知 从而得出结果 倒是个好办法 可混沌定位不太清晰 想完成一个字的书写 那个字 也得大到无法想象 看样子 一直懒散的天机 这次能跑断腿了 前辈好手段 怀王夸了一句 天机却是有些感慨 是啊 手段不错 分身怎么变聪明了 你说 融合后 我要不要让分身意识做主 去你的 你这脑子 你真敢想 还没听说 谁愿意让分身意识 取代自己的 虽说都是一人 可双方经历 还是有些不同的 而天机 却是摸了摸下巴 有些思考 分身能干 要不给他干主身算了 老子最近都快烦死了 看看 分身多能干 想让自己 感知出来一个字 那书写的范围可就大了 这么大范围的奔跑 分身都愿意干 看样子 比我勤快多了 换成我 哪怕想到了 也许也懒得去干 想归想 也没继续多说 只是判断出 银月那边 也许有些动静了 希望去了银月 不会是麻烦的开始